中秋廉假各地人潮急报指挥中心说 要再观察两周才能安心 而22号台湾是再新增了一例的本土病例 那么这一例本土病例是之前新北中和的 一对祖孙家庭成员在多一位确诊 而她是跟幼儿园群聚是没有关系的 家务感染案16263 30多岁女性 就是先前中和某国小祖孙染疫接触者 国小女童的妈妈 但奇怪了解隔离前才减才应转阳 CT值27.8 与先前的阿嬷女儿高于30相比 病毒量高一些 像一个阴转阳的过程 当然也不能说不可能是新感染 后续会再做抗体来确认 的确得再确认 但至少这一例早已匡列隔离 看起来没传播社区一律 至于幼儿园群聚还要观察 预期如果都顺利的话 是今天的晚上可以结案 幼儿园延伸的职场群聚接触者 要观察到9月27号 最后一例幼儿园负责人家人 也要隔离到9月29 而台湾再增一死 是在越南工作 8月6号入境 17号发病 本身有糖尿病的本国男性 也是国内第三起感染Delta死亡案例 肺炎的状况也蛮厉害的 虽然经过像瑞德西韦等等 这些治疗还是没有办法 后来是因为多重器官衰竭的关系而过世 第九轮疫苗预约截止 高端第二剂破8成 BNT第一剂强约率更达8成6 BNT校园开达首日 有专家建议别采与美丁市接种 罗一军也认同 比较适合长者 特别是行动不便的 随着赴美新政11月起 要求入境得完整打过疫苗 过去到美国或关岛 接种第一剂的疫苗者 恐怕无法再到当地打第二剂 陈宗燕说 这些人可向卫生局登载 介入第一剂疫苗 第二剂接种 由地方政府来协助 TVBS新闻综合报道